老爺, 老爺, 你現在要回來? 你們在哪裡? 胡大叔, 為什麼他會傷成這樣? 馬馬唐 為什麼又是他們? 老爺, 我肯識事令人 但人家未必走 芳夫人 小禮 怎麼回事? 這位是… 他是衛健爹 是被萬馬唐的人打得他這麼傷的 萬馬唐? 胡老爺為什麼會得罪了萬馬唐的人? 萬馬唐是杭州的惡霸 小禮, 你這麼晚找我有什麼事? 沒什麼事, 我知道芳夫人你回來 只是想來看看你 芳姐, 還有就是特地想問問我們小姐的情況 她說想笑臨子看你們 一去就去了幾個月, 沒消息 我真的很擔心小姐 你放心吧, 她很好, 現在就是九點山 大夫, 胡大叔的情況怎麼樣? 她傷得很重 雖然能報得住庭命, 但會終身癱瘓 還有沒有其他辦法? 也沒什麼辦法, 我先幫她執藥 胡老爹, 是不是很痛嗎? 臭萬千 站住 夫人, 你們不要再惹馬馬唐了 我們惹她來不起的 你們從我都看見了 你們把她打成這樣, 我再不去 我是不是人來的 今天你如果出了這個門口 以後就不要再回來 夫人, 你還有什麼第二句話說? 一隻就休了我, 一隻就叫我不要回來? 夫人, 鬥氣的事以後再說吧 現在最重要的就是把胡老爹的情況 告訴維權知道 是呀, 夫人, 他始終是胡維權的爹 應該要怎麼做 還是等胡維權自己作主 是呀, 夫人, 快點叫人去送信 我沒有教過這枝, 怎麼會認識的? 我也不知道, 石頭怎麼來 我就怎麼接了 好, 接得好 要經知聰明, 難得是一件事 當然時, 或者要認出學武的新境界 令人不知情一家 師父, 為什麼你從來沒說過我? 你根本不喜歡學武 看平日, 所以練功就知道了 哪是呢?師父, 我很勤力的 休息一會兒, 再練習 是, 師父 好, 你糟了, 你變了 你以前哪敢這樣跟師父說的? 是嗎?我變了嗎?我以前是怎樣的? 是, 師父 口的, 師父 哪是這樣的? 你以前很斯文的, 一定是想教壞你 不是, 是你教壞我的 你呀? 是你呀 你… 小小姑娘… 小小小姑娘 夏大嬸, 你的羊仔很有趣 是呀, 你喜歡嗎?是我特意送來給你的 送給我?我不吃薰的, 我吃我吃 她是羊娜, 以後你就有奶喝了 真棒, 有羊奶喝 夏大嬸, 為什麼你不留給自己? 還要說什麼?當然是報答你救命之恩 是呀, 你對我們有恩 我一定要好好報答你 你… 行了…我明白了 那我收掉吧, 謝謝你 好, 你綁他在哪裡? 不用給我了, 我稍後替你洗澡 那好吧, 我走了, 再見 再見 羊仔,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什麼名字好呢? 榮親呀, 榮親 你糟糕了 快點練功, 師父就快出來了 羊仔, 走吧 羊仔, 洗澡, 洗澡, 洗澡 羊仔… 你衝白白, 衝完白白呢? 帶你三個, 好不好嗎? 羊仔, 羊仔, 別跑了 我打了, 走開, 走開, 走開 走開, 走開, 走開 別跑了, 別跑了, 別跑了 不要跑了 羊羊腿 這個學武的奇才 竟然讓你演出一套自創的馬步 鹹羊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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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平時的樣子是四肢大馬 就是這樣 一來有飲食,又不是多方便 二來… 行了 四肢大馬起腳時,就會動了身形 所以讓對方有足夠的時間去防範 但是鹹羊馬就不一樣了 喜倌,上吧 又是我嗎? 那榮春創的,當然是你們來… 這就是鹹羊馬的優子 他可以不動身形 腰、膝蓋和腳肘是最短時間 出其不義,一起發覺 所以就算對方加起防範 但是這腳就無聲無息,防不成功 日子有空 就算沒有摘起一條馬 就在對方的面前 踢了也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 師父 榮春,這個馬步你創的,起個名字 直接一點,就叫…榮春馬 這個叫羊羊馬 不,這招以騎式為主 我覺得應該叫騎小馬 不…人家有四平大馬 我們榮春創的應該叫以致劍羊馬 好… 好呀,就叫以致劍羊馬 恭喜你,榮春創了這個新招式 謝謝師父 不用多謝我 他日這城大氣好自為之 嚴姑娘,以後你出仁頭地 師父的恩德,千萬不要忘記 更不能忘記希冠 人家幫你改的,是嗎 少爺 蔡先生 少爺 師父,請恩准弟子下山 回杭州看我爹 胡惠傑,你爹有方德和苗翠花照顧 你何必急於要下山 仇曼千打傷我爹 我一定要下山找他 幫我爹吹你一口氣 不行,凡入我少林門場 必須要闖十八同仁陣 放我來 還要闖十八同仁陣? 現在我爹變成殘廢,仇曼千還逍遙法外 此乃少林百烈子虧 我不跟你說 師父,請恩准弟子下山 我求求你 善哉… 少林百烈子虧,怎可以為你破戒? 師父,我又不是不回來 我只是回去看看我爹 他是我唯一的親人 求師父恩准我下山 我求求你,師父… 聽著 少林寺不是你說來就來 你要走就走 如果我一定要走呢? 如果你走,你就會立刻被你逐出少林寺 好,那我還不葬少林弟子 胡偉奇 你爹終身殘廢 你就是你爹所有的希望 你這樣半途而廢 回去怎麼跟你爹交代? 你爹,你爹怎麼會這樣逼我? 胡偉奇 阿堅… 師父,只虧不外乎人情 為什麼你要… 你們是不是想責怪本寺 不近人情,是不是? 師父,你不讓慧敬下山 一定有道理,請師父明示 師父,小林寺,怎麼會是無情之地? 本贓剛才見了吳慧敬一道席 他只是想下山去報仇 但是他有武功,你們應該清楚 吳慧敬貿然要下山 我用十八同仁陣阻他,有什麼不對 你想本贓無情,還是想他白白送死? 阿堅,不要亂來 慧敬,師父和智良師叔他們 就算你說什麼,我都不會聽 反正我一定要下山 誰阻礙我,我打誰 慧敬,你想去哪裡? 你怎麼留兄弟說過的 有福同向,有和同當,混眼與共 你記得的,替我坐下 替我坐下 你聽我說 那叫十萬仙人,是杭州的惡霸 阿堂,你現在慢慢堂堂說 說了財力和武功,一定不會低 你不是方府人,再演唱就送官查辦 現在連方府人也沒辦法了 就憑你現在的武功? 就算加碼我和沙玉兩個 都未必可以打贏他 就算我不報仇,我也要見我爹 見你爹,見你爹的就有機會見到他 多時你會不報仇 任由其中一個人,都忍不住 這時候不用報了 不是不報,是要等 等?要我等到什麼時候? 等我打贏他十八銅銀鎮 只要闖一個人,他拘有十萬仙 算得了什麼? 闖?你以為我這麼容易嗎? 阿堅,你的心情我很明白 但你別忘記 你身邊還有很多好兄弟 我們不會袖手旁觀的 是呀,我們是好兄弟 還有我方世勇 還有我三德和尚 我們不會袖手旁觀的 沒錯,由今天起 我們一起陪你勤家苦練 到時候一定可以闖一個十八銅銀鎮 沒錯,一起闖出十八銅銀鎮 十八銅銀鎮 大家不准留守,走 走 不准留守,走 走 走 以拳在腳,以腳在手 你只避開是沒用的 每一個陣法都有缺口 一定要攻, 留意這個缺口 才能夠真正地破到陣 聽到嗎? 聽到 明白嗎? 明白 聽到, 住手 虧威傑, 我問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我問你懂不懂我說的話 你說清楚 其實你一定不能領略我說的話 你這個知真, 別說打十八痛日陣 一個普通陣法, 你根本不可以衝破 不過, 因為你心沒想過練功 你心只想下山 如果你不可以打贏你的心魔 你怎麼可以打同仁陣? 你自己想清楚 來, 再來 來, 走 如果你不可以打贏你的心魔 你怎麼再打同仁陣? 用力了 練到什麼時候才行… 威傑… 已經半個月了, 威傑的進度怎麼樣? 比方世玉、洪喜冠 胡威傑的資質根本不及他們 現在還要急功求成, 欲速不達 我看起來也很難 方世玉經歷了生死之劫 洪喜冠都過了情關之苦 現在又輪到胡惠傑 他們三個人天性自信 對生命充滿了執著和熱愛 奈何命運又向他們挑戰 不知道他們三個人是否能夠堅持下去 我不會再等了, 我不可以再等了 十月, 希君 我一定要嘗嘗 我願意建議 我願意建議 不能再等了, 好不好 我願意建議 寠都全部都國王 就要也是 衝對 我願意建議 他沒有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盛鴦 承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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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偉拳真的進去闖陣 他進去了很久了, 怎麼辦? 還要看著他, 我今天真的敢闖陣 這情況怎麼樣? 三家師兄已經進去打停了 師兄, 他怎麼樣? 他過了兩關, 到第三關就熬不住了 現在還在裡面被同人圍攻 只在這裡熬打, 受他的傷不輕 傻瓜撞不出來 師兄, 可以叫各位師兄 守下留情 絕對不行 依照指規就被闖陣的弟子自動放棄 否則同人是不會停手 韋傑這個傻瓜絕對不肯認輸 他學了你, 死牛一邊頸 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 同人鎮的威力不開玩笑 以前有弟子闖陣, 搞得終身殘廢 糟了, 韋傑這次不是凶多吉少 怎麼算? 死牛一邊, 死牛一邊 韋傑, 我們不要打 韋傑, 我有阿珊 你們不要管我, 我要闖關 韋傑, 你不要打了 不要管我, 我有阿珊 韋傑, 你再打下去, 被人打死 我還想死也闖下去 韋傑 住手 師兄, 我代這位師弟自動放棄決定 我不要打下去 我不要打下去 他不關了, 請請收拾 我不要放他, 我還要打 我還要闖關, 阿珊 我要闖關… 韋傑 醒了 韋傑, 醒了 醒了 我要衝十八同仁 我要過關, 我要下山 韋傑, 你怎麼下山, 傻了 你整身都是傷 我…我要下山救我爹 讓我下山… 韋傑 你學藝不精, 就自闖十八同仁陣 本座還沒怪責你 你還想下山, 簡直是不自量力 師叔, 求你多給我一次機會 我肯定過關 韋傑, 十八同仁陣的威力 你已經見識過 以你的武功, 根本就不可以闖陣 何況你現在受了傷 師父, 求你體諒弟子的一片苦心 我求你多給我一次機會 師父, 我求求你 你看看你傷成這樣 還有什麼資格再闖關 方丈師兄, 韋傑命還不靈 不可以再給他生事了 阿彌陀佛 韋傑, 你實在太固執了 善闖同仁陣 已經是犯了少南指門規 老衲念在你一片孝心 現在就罰你不准再闖同仁陣 安心楊相, 不准再離開少南半步 師父…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這件事, 不要再亂想了 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好 維杰 別管我, 讓我走 維杰, 你別亂來 喜倌, 幫我求你, 你讓我走 別管我, 維杰, 我今天不讓你走 但就算你走, 我希望你能離開堂堂田 今天離開蕭林寺 你今天有人偷走出去 你會成為蕭林的稀土 以後都不能和你做人 但是我要花狼奏, 敬我爹 你還不可以 我們來蕭林寺是為了什麼 為了成為蕭林的弟子 為了成為頂天立地的藍絲漢 老公, 你說過了, 要離開蕭林的絲漢 威給你爹看的, 你不能放棄 當然, 爹 你爹, 他把所有的希望 所有的心血都放在你身上 如果讓他知道, 你被蕭杰少林寺 他一定會很傷心, 很難過 你放心吧, 你爹有方夫人照顧著 應該沒什麼大礙 我們做兄弟的, 一定能支持得住 你現在回去好一點養傷 一個月之後, 我們三兄弟一起闖陣 到時候堂堂正正的離開蕭林寺的門口 你爹有方便 站起來 好 現在只能夠用四個字形形容力 肥肥伏伏 那差點就好了 還是…多得少許每天的杯藥給我喝 當然,對胡大哥的底子喉 才敷術得這麼快 師父,我現在差不多康復了 我可以晚上練功嗎? 你不用這麼心急 我們說過一定會幫你 五位師父,你有甚麼高潔? 上次闖班失敗 我們找到貴田武功能入獄 才可以幫他補救 三大,不如你試試他的武功能 是 貴田,你小心,請師兄指教 師兄,你覺得我現在的功夫怎麼樣了? 小小,你要老實告訴我 我覺得你出拳沒甚麼力氣 下盆功夫不夠穩,招式不多靈活 還有就是反應慢了一點 我只是想到這麼多 小小小,你怎麼知道呢? 閑子,你出拳的時候出腳 出腳的時候又出拳 攻的時候還在守,守的時候也在攻 說得對 你至於你的最大致命傷在哪裡 上七招的時候 一定會露出空門給人看得到 所以對方就是有機可乘 輕而輕而激怒 想不到我來這個少林子這麼久 連你這麼少的東西都學不懂 我真的沒用 傻了,怎麼會呢? 你知書色脈,心地善良 五官端正,眼大大鼻高高 嘴細細,還嚴重傷眼皮 最重要的是你孝兒嘛 孝敢也可以動天,天也會幫你 對了,兄弟,別這麼愁,不英俊了 我對你有信心,你一定可以 師伯,那我們現在應該怎麼做 正所謂萬丈高樓從地畢 既然武功根底不太好 才差了一點 我想要從基本功而起 從明天開始 我會安排一連串連駕訓練 希望最短時間將你脫胎換胃 謝謝師伯 好,就這樣說,我一起陪你練功 好,總之我們三兄弟六隻腳一條心 幫你大步攬出少林市 我真的是陪你 你快點跑 你一直在追,你快點跑 快點跑 你大不了,快點跑 你不相信跑 我讓你跑 那你快點跑 你快點跑 我快點跑 我快點跑 不要 杀 好, 不錯, 今天就到此為止了 有龍師父 維奇, 出來看看吧 阿堅, 一年是辛苦一點的 多練兩天, 慢慢習慣了 我沒事, 我不辛苦 只要你打出十八銅銀鎮 再辛苦我都忍得住 好, 就憑你這句話 就一定知道你過得到銅銀鎮 不如來日方長 現在回去洗個澡, 吃個飯 你們先回去吧 我還想多打兩桶水 你不是吧, 你是跌打的 連我現在去茅廁也沒有你, 你還跑山? 就是了, 欲速則不達, 不用心急 馬上捱壞了怎麼辦? 我和你們不同 你們出一分力, 我要出十倍力才行 放心吧, 我已經頂得住 我不會讓自己有事的 那隨便你吧 小心點, 不要勉強 原來維奇是過不了十八銅銀鎮這一關 現在還在少娘子裡 難怪這麼久也沒有她的消息 這個十八銅銀鎮很難闖 當然了, 老爺 你知不知道 如果能過十八銅銀鎮這一關的弟子 他就一定要回到這場下的修圍 有很多弟子他喝了十幾年 都過不了這一關 這次你胡老爺傷成這樣闖 維奇又不能回來了, 真不知道怎麼辦 胡大叔的傷勢雖然不輕 不過暫時也不會有心理危險 如果我們現在叫維奇回來的話 很可能令他擔心 這樣吧, 我們寫一封信 跟維奇說, 說他爹沒什麼大礙 我相信這樣他一定會專心練武闖關 好啊 頭豬… 什麼事? 報告頭豬, 武當福道長來了 馬上有請 是 道長請 萬千 舅父, 你來通知我一聲 讓我去接你 請坐, 斟茶 是 是 大家都是自己人, 用什麼客氣 我有一個賢侄在蘇州開了一間武館 我想去看看他, 順便過來看看你 最近演報房的生意怎麼樣 本來是很好的 不過最近有些喜歡李閒事的廣東人 經常跟我作對, 真麻煩 有這樣的事?誰這麼大膽 是一對叫方德和苗翠花的夫婦 苗翠花? 他用的是少男子的武功嗎? 舅父, 你認識他們 苗翠花和方細玉兩母子 化了灰, 我也要找他們宣仗 舅父, 你和他們是不是有深仇大恨? 總之冤家勞責 上天有眼, 讓我報那天一戰之仇 這次我絕對不會放過他們 舅父, 你放心 我們兩個聯手一定可以收拾他們 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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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 二次 三次 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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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貨倉燒成這樣, 我們現在什麼都沒了 現在怎麼辦? 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 什麼都燒光了? 貨倉好地地, 為什麼會燒火? 是呀, 我去調查過了 貨倉後門被人砍開了 我在裡面找到一些火油 我肯定是有人特地放火的 不用說了 這些卑鄙無恥的事, 一定是仇頑千做的 除了他, 老爺不能再有其他人 我已經處處地引揚他 為什麼他還三番四次不肯放過我呢? 此理, 還有王法嗎? 去救援這個雖然算帳 你給我站在這裡 老爺, 你還要引他嗎? 人家明天看了你的心口了 不可以再引了 徐花, 你根本無憑無懼 你憑什麼要跟別人理論? 到時候受傷害的又是我們? 用什麼證據? 是盲哥才是他助的 老爺不可以再跟這個人說道理 你要知道杭州是受萬千的勢力範圍 我們根本就鬥不過他 那就是他一手遮一天了, 是不是? 老爺, 老爺, 你不要這樣謀殺, 行不行? 你當初就是這樣忍, 忍, 忍, 忍 結果呢?就被你塞到一頓不無 這次就好了, 劃燒我們的倉 那下次呢?用什麼燒我們的屋子 怎麼辦?老爺, 我們就不可以再忍了 就是因為你每次都這麼衝動 惹了一大群壞人, 才會有人來尋仇 萬馬塘有多少人, 你知道嗎? 就算你武功多高 也只是一雙手一雙腳 你比他們還能鬥嗎? 更何況我們再明, 距離再暗 他如果要害我們, 我們是防不勝防的 這種人我不想惹, 更加不准你惹他們 就當這件事讓他們出氣吧 如果他不肯算怎麼辦?老爺 我說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你給我閉嘴 好…是你說的, 我不管 下次他燒我們的貨倉還是燒我的屋子 你也不要自然, 我去幫你 第三雞再來一個縮頭烏龜 你… 夫人… 簡直是不知所謂 老爺, 但是我們這批布料燒了 報兄裝的那條數字還沒找 那…那怎麼辦? 上次為了這批布料 已經花了我不少錢 你一時之間, 哪有錢還給他們 不過我跟武兄裝的周老闆交情 還算不錯 我想辦法跟他談談, 希望他可以通用 但是老爺, 還有瓊花回稿也開支 還有武兄裝的那條數字 老爺, 你也知道帳戶已經沒了錢了 謝謝, 我們有錢了 那就 geb帶走 你不 paying, 你也知道了嗎? 你也知道呢 我被賣了 我貴的自己賣了 我要你家賣了 我要你家賣了 一斤 千万千万 千万万 千万万 放開我, 我不會再被你偷襲到的 好, 簡直是一天千里 我看胡慧拳先生現在不僅可以打同仁 簡直可以扮同仁打人 這兒的苦練絕對沒有白費 只看你的一輩子, 一定贏了 真的? 風水龍騙你十年八年 五枚師伯說話又是假的 五枚, 不是, 師伯 說兩句話, 鼓勵一下年輕人 你可以以琴寶珠 這麼短時間有這麼大進步 如此可教 謝謝師伯 不經不覺, 一個月的時間快到了 慧琴的武功竟然進步得這麼快 不如我們師兄弟替他切磋一下 看看他進步得怎麼樣 你的主意不錯 就看看你努力的成果 那我們就做事了, 兄弟 請指教 八招之落我要中你 說是沒用的, 試試就知道 爭辯 爭辯 誠 fian 爭辯 誠 fian 承揚 大…承揚 承揚 苗田, 靖 不要再說承揚… 我已經盡力了, 我根本已經盡力了 我知道你的本事, 我已經盡力了 我實在沒辦法了, 我已經盡力了 我已經盡力了, 我已經盡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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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為你是神仙嗎? 誰生出來就能打同仁陣 總之我們三兄弟一條心 一次生, 兩次熟, 三次入塞局 下次一定行, 下次我們就帶你 一起過關下山, 帶爹去吃大餐, 好嗎? 對了, 阿杰 正所謂世上無難事, 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假意時日好年 你一定可以闖一個去 假意時日, 一年兩年 還是十年, 二十年 我連你都打不贏 更何況是真正的十八童人 不用騙我了, 沒希望了 阿杰, 你幹什麼? 男子漢大丈夫 你把男子氣球拿出來好不好? 我不配做男子漢 我不配做少林弟子 更不配做我爹的兒子 阿杰, 你別這樣 其實大家都不是這個意思 我不想聽… 你們讓我靜一下 你們別再等了 不管這些人怎麼看我 因為我再怎麼沒用 我都要馬上離開 爹, 我們馬上可以見面 你要等我, 你一定要等我 阿杰, 阿杰, 你何必這樣 師父 韋傑, 你為甚麼都要冥還不明 一定要走這條萬劫不復的路 如果你今天走了 以後的胡韋傑就不可能抬頭做人了 師父, 求你, 我已經求了很多次 打, 你打不出十八童人 我已經盡力了 我已經沒力了 我知道了最後 我也不能堂堂正正地走出少林寺門口 但是我不能等 就算我等, 我爹也不可以等 如果為了我一個人要永遠 就不管我爹的話 那就是不孝 對不起 韋傑, 你的心事為師很明白 不過國有國法, 家有家規 為師身為方丈 更加不可以信使, 開這個先例 師父 弟子不求師父破百年子規 但是求師父你當看不到弟子 放弟子一條生路 韋傑, 你知不知道 子裡所有的人都很關心你 所謂一子走蟲, 滿盤皆輸 你一定不贏了 不要因為一念之差 而令自己走上不歸的路 威傑, 你三思 不知是, 天啊 我老兄, 家 我老爹也不不어지 你只不願意 要想, 當初 別、愛、 要忘記 失敗、要忘記 一定要生自己 生活本来就干多死多残 幸福需要自己的努力 走